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已经爆出 瞬间引发了网友的热议 据报道 该艺人正是圈内的实力派艺术家宋少青 说到宋少青 经常关注台湾娱乐圈的人 应该对这个名字不陌生 他是当地有名的相声男演员与男艺人 是相声老舍的创造人之一 当然 除了演绎 他在其他方面也有很高的噪音 因其艰巨编导才能 还在1999年获得过中国文艺协会颁发的中国文艺奖章 原本他口碑与实力艰巨 受人尊敬和挨戴 却在私生活上屡传丑闻 近日更是自助出轨被抓包 老艺术家人士恐崩他 据报道 近日宋少青约了三女好友唱歌聚会 结果正好被媒体直击到回家的画面 据悉 当天也是凌晨两点多 画面中宋少青最熏熏的和一群男女从屋内走出 几人纠缠一阵后 画面中就只留下了他和两名中年女子 三人又聊了一话 便在路边绕到了一辆计程车 三人一起上车 宋少青坐副驾驶 两位女士坐在后座 本来以为这是绅士的行为 却没想到偷排女士的一个动作 无意暴露两人关系不简单 只见坐在宋少青后面的女子双手跌过椅子 全身向前倾倒环扣住宋少青的脖子 连轨鸽子座椅挽起了背后环抱 两人就维持着这样的姿势说悄悄话 铺了一个红灯手都没放开 这期间宋少青不知道讲了什么 女子还用手捂住了她的嘴 本来十分暧昧 今年51岁的宋少青 在14年前与相差10岁的空姐老婆谈诗小结婚 但结婚后 宋少青却多次被拍到与美女私下约会 动作亲密 关系非浅 2018年时 就有媒体总结她在玩 已经闹出三次偷吃遗云 还因此调侦 宋少青如同单身的男孩和多名女子玩到深夜 而且她极少带妻子出席活动 网上关于她老婆谈诗小的相关信息也很少 两人至今也没有任何子嗣 让人不得不怀疑 两人夫妻关系也不实 宋少青与太太谈小事 不过前三次宋少青都出面否认了出轨 要是只是自己的学生口歌吗 有牵手的欢喜 但绝对没有肉体的欢喜 强调夫妻稳定 不知道这次宋少青又会如何回应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